他们肯定朝这边走了 我们接近了 皮医生 非常近 你没事吧 没事 只是气快用完了 港海豹每隔半小时 就要到海面 去呼吸一次才可以 不 是古虾 您 怎么回事 我们赶快去看看 皮医生和哈里 那是古虾 他们会把出巨大的咔哒声来自卫 我的老天爷爷 他们把哈里和皮医生震晕了 古虾 请注意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请停止攻击 我们得帮一下我们的朋友 抱歉 我们每次总是先敲击再问问题 你懂的 好了 伙计们 全都停下来吧 你没事吧 皮医生 我还好 但哈里呢 他也被古虾震晕了 跟你刚才一样 不 哇 他没事 但需要氧气 要快 队长 我们要把他送到海面上去呼吸 明白了 皮医生 你来了 刮急 咱俩推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这个案子就要破了 来吧 伙计们 好的 皮医生 我们要跟着这些水波走 啊哈 找到尖鼻子大鱼了 那是其余 可是 诺拉 皮医生 跟上他 他可真快 但我们会追上他的伙计们 我根本下不来呀 别担心 我们来救你了 快来抓我呀 他要逃跑了 我的小乖乖 他可以跳到空中 能跳到空中的 可不止他一个 皮医生 跳到我背上来 我跳 你来抓 准备好了 好了 他们在那儿 我还是下不来呀 我们 来了 够了 马上就要追上了 够 够 够不到 必须在空中 抓住他 抓到你了 抓到鱼鱼了 也抓到企鹅了 好多了 看到大斑点了 请问你是他们的头吗 我就是 给我离海藻远点 好吧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我们发现这块珊瑚礁有一些问题 对我们雀鸟来说没什么问题 海藻越来越多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安逸 对不对 这正是问题 海藻过多 会让珊瑚礁生病的 但如果你愿意让其他鱼类也吃些海藻 就等于救了这些珊瑚礁 别做梦 这是我的地盘 我一刻也不会离开 你们给我走远点 冷静点 我们先离开 如果真像他说的一刻也不离开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帮不了这些生病的珊瑚礁了 我们得引他们的头离开这片海藻地 对 但怎么引 我们一起去抢他的海藻 去抢他的海藻 等会儿再细说 海底小葱队和以海藻为师的朋友们去基地总部 海底小葱队 我们的任务是解救珊瑚礁 但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让雀雕明白珊瑚礁生病了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先从雀雕那里偷一些海藻 以此为诱饵 引他们去生病的珊瑚那里 那样雀雕就会明白 就是因为他们珊瑚礁才会有了这样的麻烦 但雀雕对这片海藻守卫尊严 没错 每个雀雕都有自己要守卫的那片海藻 如果我们从他们头那里偷海藻的话 他一定会追我们的 对 但是你看 那么多海藻 谁知道哪一片是他的呢 已经有办法了 挂机 我和达兮兮研究出了雀雕相机 就是这一家外观看起来很像雀雕的相机 我们用它做掩护 躲过守卫 从而找到雀雕王的海藻 当然 这个相机也有雀雕一样的势力 雀雕王额头上有个很大的斑点 来 献云行吧 他在那儿 而那边就是他的海藻 可是所有的雀雕都围着那个头 那我们又怎么过去呢 啊 这就看皮特 萨米 和罗伯特的本事了 现在 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特殊技能 来引开雀雕 沙子分射 我跑 我想 等一下 是说我的刺吗 对 萨米 就是你的刺 你们负责吸引所有雀雕的注意力 这时候皮医生就把刮鸡扔进他们头儿的海藻里 然后我就投海藻 而我们就把雀雕头引向那块生病的珊瑚 好了 所有人听命 偷袭海藻行动 现在开始 嗯 这就是峭壁了 那里有一颗鱼卵 就带在这儿吧 舒适又安全 哦 好可爱的鱼卵呀 跟那个有点像呢 哦 是的 太谢谢你了 这很好找啊 这附近还有吗 那儿有一颗 那个魔鬼鱼看到什么就吃什么 启动增压背包 笨住小皮 手脚放松 用头指路 拿到了 对不起了 魔鬼鱼 你还是去吃其他东西吧 真是太不地道了对吗 我们现在回去找你的爸爸 小萝卜 你找到了鱼卵 我瞧瞧 哦 小萝卜 这是块鹅卵石 继续努力 给你 三颗鱼卵完好无损 我猜他说这些是约瑟夫 约瑟芬和朱迪斯 队长 已经有三颗鱼卵安全回到鱼爸爸的嘴里了 好样的心灵兔 一二三 害他七颗 队长 我已经到间歇拳了 找到了 你好伙计们 队长 成功收回两颗鱼卵 好样的 瓜姐 我这就去找第三颗 我这就去找第三颗 我的老天爷呀 鱼卵 哎呀呦 进来吧 小家伙 嘿嘿 谁是乖宝宝呀 没错 当然是你了 鱼卵特送来了 张嘴 小萝卜 这次你找到一颗了吗 不 这个也不是 这是个贝壳 队长 我们又发现了三颗鱼短 我这也发现两颗 夹在一起有八颗了 继续寻找另外两颗 但是杨柳把岩石冲的松动了 越来越困难了 好险 差一点 找到了 现在跟我回家吧 这哥们全是闹的 好友吗 我们来这里时驾驶的舰艇上 还有一大堆这样的鱼饼干呢 如果大家能帮我们找到零件 鱼饼干就全送给你们 不 那就一言没定了 好吧 伙计们 咱们就让他俩开开眼 我们海扇视力不好 所以班哥和其他石斑鱼负责寻找食物 不过这次就是寻找零件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找的东西 藏在很狭窄的石头缝里 我们石斑鱼能发现它们 但是却够不到 我们就会这样给海扇发信号 然后就是我们大显身手了 我们海扇非常善于在狭窄的缝隙里钻进钻出 就这样任务就完成了 很厉害吧 太神奇了 你们石斑鱼和海扇联合起来觅食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来一场联合大行动吧 不错 这名字还挺酷的 确实不错 现在就差兔兔兔 胡萝卜发生气让的弹簧圈了 少了那个东西可不行 抓紧时间找 争取赶在天亮前回到章鱼堡 对了 我看到弹簧圈了 但是那地方石斑鱼和海扇都不敢去 你说的难道是 没错 遮人礁石 我说的就是那个可怕的地方 遮人礁石是什么 就是那里了 那是一处长满海盔的礁石 被它们遮到会非常疼 非常疼 兔兔兔肯定能想到 顺利取出弹簧圈 又不被海盔遮得完美办法 是啊 伙计 那咱们就用兔兔兔的办法解决吧 好吧 虽然这东西跟兔兔兔的比 简陋了点 但是少样的把弹簧圈拿出来 加油啊 瓜姬 打扰一下海盔们 准备工丁 吃我一桌 我这 我这 给我一桌 马上又成功了 已经松动了 出来了 做工 成功了 伙计们 你们可真有两小子 这才是真正的合作 天哪 聚藻是海里最高的植物了 它们会一直往上长 直到海藻的叶子 能晒到阳光为止 和陆地上的森林一样 聚藻林是很多生物的家 在这么大的海藻森林里 找到虎沙亭 可不容易 但舰艇定位已显示 它就在我们的附近 这边走 小心 那个林子里有一只巨大的橘黄色鲨鱼 橘黄色的鲨鱼 等等 那一定是虎沙亭 回来 你刚才看到了一条橘黄色的鲨鱼吗 我只看到它冲进林子里去了 这儿是我的地盘 快走开 你是看见这个了吗 火箭 没错 我不敢看它 那台大牙齿真吓人 没错 火箭 但那是假的 是我画的 看 快走开 呱唧 你还是往后退退吧 因为 因为什么 嗯 它是一只鹏沙 只要它感觉到了危险 就会喝很多水 变成一只膨胀的气球 然后 我知道然后会怎么样了 谢灵头 看 我们现在离虎沙亭更紧了 虎沙亭 我来了 嘿 怎么了 伙计们 是只铲鼻梨头窑 不 这位也会喷水吗 不 它基本上都躲在沙子里 我发现了 我们在找一艘潜艇 它叫虎沙亭 是橘黄色的 你看见过吗 没见 我们的舰艇定位已显示 它就在附近 但是 我们没找到 嗯 有没有潜艇我不知道 但如果 你们一直都在下面 就应该晚上找找 这儿的这些讨厌的家伙 一点用也没有 我们没法找到它了 咱们往上看看 等等 我们确实应该往上看 队长 聚早林就像一个有很多层的高楼 到目前为止 咱们一直都只是在最下面找它 但是它也可能在上面 海底小松队 执行任务 根据定位已显示 虎沙亭应该就在这儿了 好了 伙伴们 到赛点了 哇 我的老天爷 是灯笼鱼艇 它正在探险 在追鲨鱼呢 不是它们在追鲨鱼 是鲨鱼在追它们 我们好像甩不掉它 医生 启动章鱼警报 海底小松队 各救各位 海底小松队 对我们需要远离这只鲨鱼 兔兔兔 开启章鱼宝舱门 收到 队长 大家坚持住 准备好了吗 兔兔兔 现在关闭舱门 海底小松队干得漂亮 太棒了 我在想 那只鲨鱼为什么会追咱们 有可能你看上去像一顿美餐吧 伙计 不会 不可能的 鲨鱼是不会吃轮船的 我很庆幸鲨鱼没有抓到咱们 这说明不能开脏兮兮的船出去了 对了 呱吉 舰艇打扫得怎么样了 队长 我还没开始 还没做完 回去干活了 什么 谁把灯笼鱼艇清洁好了 是我 你好 你怎么进来的 我跟这舰艇 我还想要 我还想要 你是说你喜欢清洁 喜欢 我最爱清洁了 我是饮水鱼 我们一时就是把脏东西吃掉 边吃边清洁 边清洁边吃 那就来享用大餐吧 天哪 瞧瞧多脏啊 真好吃 还有这个 看得好呱唧 这些舰艇从来没这么干净过 队长 我不是总说吗 既然要做 就要做到最好 而且你这么快 就自己一个人做好了 这真是让我惊讶 是吧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做的 不是吗 呱唧 我还饿着呢 我还要边清洁边吃边吃边清洁 你还有吗 这位是我的清洁助手 银水鱼 你好 齐鱼 请问你们能帮我们找回失踪的船吗 抱歉 我们赶时间 我们正追着沙丁鱼去海岸呢 你还指望这些蜗牛呢 别逗了队长 什么 蜗牛 我只是觉得他们不够快 帮不上我们 我相信你是对的 呱唧 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也追不上舰艇 接的好队长 他们就要证明自己有多快了 你说追不上 开什么玩笑 我们是海洋里最快的动物 当然能找到那些船 上来抓紧了 出发 我说够快吗 哥们 还行吧火箭 我喜欢这家伙 发现他们了 前进 追踪舰艇 咱们最后分头行动 把他们赶在一起 非常好 现在瞄准智能舰艇遥控装置 好样的 好的伙计们 冲开 搞定 这些小东西比他们看上去快多了 好 他要逃走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他 可能就永远见不到了 有我在就不可能 有 走 再前进一点花季 我们要在他前面拦住他 拦住他 你怎么能 小心队长 上 上 抓到你了 驾驶技术好棒 谢谢 这个可恶的怪兽拿着章鱼罗盘藏在这片聚藻里 好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怪兽给拿走的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章鱼罗盘肯定住在这片聚藻里面 咱们必须得找到他 我往这边找 我往那边找 那我再重新找吧 那块石头之前在这儿吗 石头怎么可能自己跑呢 我真傻 好吧 这块石头看起来再普通不过了 而普通的石头应该是不会动的 那么为了证明我不害怕 我决定就在这块普通而又老旧的石头上 稍微休息那么一小会儿好了 啊 我的小乖乖啊 怎么了 伙计 拦住那块石头 那可不是石头 那是恐怖之丸的怪兽 还拿着巴克队长的章鱼罗盘 华吉 皮衣裳 出什么事了 我们 我们看到怪兽了 开始它长得像块石头 然后它突然变得很大 之后它突然变成绿色 然后消失了 还有 它还拿走了你的章鱼罗盘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章鱼罗盘移动到了一个洞穴里 它就在聚早的另一边 谢谢达西西 队员们 咱们朝洞穴前见 好的 队长 我觉得怪兽想把咱们困在这个海湾里 好吧 我没有看到什么怪兽 不过我看到章鱼罗盘了 怪兽 我的老天爷呀 还有一只怪兽 好 在那边 在这儿呢 别担心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那么你就是恐怖之湾的怪兽 我才不是怪兽呢 我是只乌贼 一只乌贼 可刚才你的大小 形状 颜色 都改变了 你怎么解释 这是我们乌贼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已 这样其他的动物就不会伤害我们了 我可以消失 看见了吗 像石头一样 我也可以让自己变大 太神奇了 我的天哪 这些是卵 但是谁把卵铲在这儿了呢 什么东西在挠我的脚趾啊 站住你这个淘气鬼 快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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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啊 蜘蛇 ID小冲队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什么东西进来了 我们在花园舱里发现了卵 图书国也看到了 我差点抓住它 是一条蛇 一条蛇 章鱼堡里 你确定吗皮医生 是的 当时它在我的医疗箱里 那一定是一条海蛇 很多蛇都生活在水里的 这里面有吗皮医生 不是 不是 是它 贬尾海蛇 只有这种海蛇在岸上 而不是在海中产卵 那我们在花园舱里发现的 就是贬尾海蛇的卵了 但它是怎么进来的呢 我来检查一下监控录像 快看 看来它是深更半夜 悄悄溜进来的 它正在找回去的路 贬尾海蛇一旦在陆地上产卵后 就会立即回到水中 它现在不能出去 它会被漩涡吸走的 队员们 找到贬尾海蛇 让它待在船上 知道脱离危险 只是 还有一点要注意队长 贬尾海蛇是有毒的 有毒 是的 但只有它受惊死才会咬人 我们必须对它非常非常温柔 这些抓舌工具 应该能派上硬场 海底小宗队马上找到那条蛇 漩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达西西 启动手动驾驶 好的 队长 有人看到谁带走了海螺宝宝吗 那是一种长着疙瘩 却又光滑的动物 它会发出吱吱吱轰隆隆 或者哼哼哼的声音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完全没头绪呀 伙计 不过可以确定 这个东西个头非常大 海藻林里有它巨大的印记 附近的海藻 它都被碾压过 或者被扯断了 海螺宝宝们 可能和被扯断的海藻一起被卷走了 我的宝宝 可那个神秘生物去哪儿呢 神物 我觉得咱们要找的是个怪物 海藻怪物 不管是什么 我们都要找到它 但是大家千万小心 我们面对的是巨大 而且很有可能危险的东西 这里没有神秘生物 或者海螺的迹象 这里真安静啊 还很暗 说不定藏着什么东西呢 海藻怪物 这是一条瑶鱼 它们就住在这里 而且个头比神秘生物小多了 对啊 这我知道 快看 被扯断的海藻 这边还有更多 这边也有 嗯 说不定能找到的 你们为什么要跟踪我 那你为什么要躲在海藻林里 我才没躲呢 我是在飘 难得放松一下 结果被你们转个正着 它够大了 它敢没有公交车大 公交车是什么 我是港海豹 很抱歉打扰您了 港海豹先生 啊 没关系 你们俩怪怪的 不过今晚我碰到过更奇怪的东西 您今天还碰到过什么东西呢 啊 就像我说的 奇怪的东西 非常大 它牵着海窗一动的时候 差点撞翻我 过去之后 留下一个大洞 一个洞 哎 你自己去看吧 就在这片海藻林那边 多谢 快走吧 这可真是非同寻常 我想应该是条线索 姐姐你看 贝壳 但这不是海螺的壳 而是一种叫做 藤壶的小生物的壳 藤壶通常会附着在礁石上面 甚至其他生物身上呢 看 一直通到了那边呢 这绝对是条大线索 就像多纳克斯说的 真相要水落石出了 真相好像是 不见了 啊 我还以为咱们肯定能发现什么呢 哼哼哼 哼哼 哼哼 汁汁 啊 没什么好看的 我只不过是一大团海藻 有 那是一头金吗 没错 一头灰金 看它背上没有背棋 只有凸起就知道了 那么它身上有疙瘩 也很光滑 就像寄居蟹和海胆说的那样 而且它也能发出 他们说的那些商言 嘿嘿嘿 迷暗解开了 带走海螺宝宝的海藻怪物就是你 一头灰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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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